欢迎回到奥运城市 我们现在在地震和地震 地震上的地震 你会看到我们的电影和镜头也移动 明明是要报道奥运战况 澳洲记者开场白 却是在报告东京地震了 因为周三清晨 东京一场瑞士规模六强震 显然吓到了鲜少感受地震的外媒记者 一名NBC记者也在推特发文说 地震摇了20秒之久 东京奥运被视为是一场抗疫之战 却有选手把防疫当成耳边风 日门每日新潮拍到超过30名选手 在选手村内公园 不戴口罩群聚狂欢 果然随后就传出群聚感染噩耗 新型疫情的状况判明是 吉利亚代表的艺术运战场的5人 西来奥运代表团12人中有5人确诊 奥运相关病例累计为322人 而东京国内疫情也不妙 东京大阪百货公司相继爆发群聚感染 阪神梅田本店では 先週から地下1階の食料品売り場の従業員を中心に 相次いで感染者が確認され 昨日の時点で感染者は128人に上ります 現在還傳出日本国土交通省職員 违规開趴有15人染疫 日本開打AZ疫苗 对緊急事態六都府縣優先配送 来抢救疫情 TVBS新聞 中央報道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